這是唯一的道路嗎 唯一的道路 2010年一場智力礦災 33名礦工活埋在700公尺的地底 深度相當於1.5個台北101大樓 僅存的就是三天份的食物 以及持續69天的求生意志 這個震驚全球的真實事件 已改編成為好萊塢電影 《33重生奇蹟》 把觀眾帶進地底 見證不可能的生機 超級深的礦坑地底 所有的出口得被掩埋 還有兩個等同紐約帝國大廈的巨石 阻擋搜救的任務 活埋整整兩個多月 《33條人命》竟然全數生還 讓全世界都驚呼不可思議 另一位人物就是他 礦工班主任瑪莉歐 這重大災難 除了關切受難者 更重要的力量 來自於家屬的愛 更需要第一線搜救人員的堅持 2015 台灣歷經復興空難 蘇迪勒颱風八仙城堡 是多災的一年 電影首映會 向搜救人員致敬 更邀請雙北消防局 及搜救隊到場 現場眾星雲集 更有基督徒藝人感動分享 如何靠著信仰面對挑戰 或者是遇到任何事情的時候 我都會先抱怨 說為什麼是我 為什麼是我 但是其實後來受洗之後 我就知道上帝的安排 不管是好或是壞 他都是化妝的祝福 33個人來講 他們救了出來之後 他們面對的 之後的人生跟生命 他其實是有更大的意義 跟他自己對神的堅定 會是更堅定 更豐盛的 首映會也請到 電影中不可或缺的牧師角色 我覺得很有我們基督教信仰的 信妄愛 那特別當我們在這個困難 在逆境當中 我們有盼望的時候 我們對上帝有倚靠的時候 那我覺得這是一個很大的動力 是愛的信念 把33個智力礦工 帶回平安的家中 是相信的力量 帶領受難者 家人及政府 把這時的奇蹟 帶到最黑暗的死因幽谷 記者柯霜華 林一穎 台北採訪報導 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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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